前往跟肩白色小货车 小偷半夜开到工地才鹰架 摸黑行窃人赃俱货 两名嫌犯在云林土库一座庙宇的工地偷鹰架 车斗上已经有八九十只的鹰架 原来之前在云林东市另一处工地 已经偷了一次赶场行窃 被害人前往警局认领 数量总共多少 大概有85多 那等一下我们做个几张比例之后 就发完给你第一个 两名小偷携手合作 专挑工地的鹰架下手 因为钢铁价格上涨 他们偷来变卖 偷过一场又一场 上星期已经有三家包商报案 警方以车追人锁定 窃贼再度下手的时候 现刑犯逮捕 目前清朝出偷了五个工地 还有一处偷两次 现在废铁价格上涨一公斤二十二元 比年初涨了两成成为小偷寄予的目标 物价波动 那这个铁材价格跟年初相比 上涨了两成 工地夜间比较没有保全 也没有录影设备 所以才会行窃 变卖 切则是三十一岁的许姓男子 和三十九岁的曾姓男子 都有切到前科 他们专挑夜间无人看守的工地 拆银架 连续切到 而且还涉及其他案件 已经被羁押禁件 全面清查 TBS新闻 蔡苏妮无输屏 云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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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